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推 推广一下 这个粒子 有质量 也有体积 那么有体积的话 你这个三个坐标 就不能决定 这个粒子的 所有的性质了 还要再加上新的坐标 也就是说我要描 描述一个粒子 它有体积的话 那么它的自由度就要多 就不是六个变量能够决定的 还要再加上其他的东西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分布应该是什么情况 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 就是下面这节课 主要要说的东西 那么现在我就是说 不是一个质点了 而是一个土豆 反正是一个体积 那么关键是 首先要搞明白的是 它可以用几个 独立变量 来描述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自由度是多大 那我们看看 那么首先 不管这个粒子的体积怎么样 我们总可以把它 置心算出来 对不对 那么置心 咱们只看几何空间 这速度空间 当然就是 再加一倍就剩了 那么置心的话 是由XYZ 三个独立的参考量来完成的 但是光得到置心 你还是不够的 对不对 还要加三个方向角 θφ和那个 θφ这三个东西 所以它的位置空间 它就不是三维的了 而是六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是说 你要是描述这个 有体积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的话 你就不能 XYZ就不够了 还要有三个方向角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你得用六个 那个 六个变量 这个就是说 区别于理想体积 它没有体积 和一般的粒子 它是有体积之间的差别 当然我们在实践中 有些东西 我们是可以不考虑 它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 那个一个分子 分子 一个分子是由两个原子组成的 而原子的半径很小 那分子 那个分子是一个分子件 这个很长 对不对 那么这个原子 就可以看成是粒子 对吧 就可以看成 它是一个理想气体 那个粒子 而这两个粒子之间 加一条件 我们看成是一个 真实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分 比如说 单原子分子 它虽然有一定体积的话 但是这个体积 我不考虑它的 这个转动观量 因为它的半径非常非常小 对不对 那么它就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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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半径很小的话 它就只有六个自由度 对不对 那么它质点近似 就是说 我把它看成一个质点 那么它就变成三个自由度 也就是 也就是说 我不考虑 这个 这个 这个粒子 虽然它是单原子分子 我不考虑它的体积 不考虑它的体积 它就没有转动 对不对 没有转动就少三个自由度 那么 就可以近似为 有三个 近似为质点积次 就是三个自由度 那么 双原子分子 比如氧气 这个 这个是 盐酸 这时候的话 它 它是 拿根粉底吧 那么 这儿有一个点 这儿有一个点 对吧 这个转动 我认为它没有转动光量 因为它是 我把这个原子 看成质点 那么 这儿有一个转动光量 这儿有个转动光量 对不对 所以 原来是两个 转动 三个赞上自由度 这个转动自由度 我不 不给考虑 因为我把这个 把这个原子 看成是质点 这边一个原子 这边一个原子 看成质点 对不对 那么 它只有两个 两个转动自由度 这样 当然 还有多一个自由度 就是 这两个之间 有个震动 对不对 就 置心不变 它的相对位置会变的 它是震动 这有个震动自由度 它在那震 对不对 那么 也就是说 我用六个 参数 就能 描述这个双原子分子 三原子分子就没有这个 对吧 它既有三个平动自由度 又有三个转动自由度 就像这样 来回转 对不对 同时 它还有三个震动自由度 这个震动自由度 怎么来的 待会儿讲 四原子就是这样 有三个平动 三个转动 六个震动自由度 就是说 你给它的 对称性 比如这个 水的三个自由度 就是说 在置心不变的情况下 所有的震动 都可以分解成 这三个震动 如何 对吧 这个是什么呢 这往下走 这往这边走 那个往下走 保证 它的置心位置不变 那么还有一个 是这样的走 这个往外走 这个往外走 这个往下走 还有一个 这个往这边走 这个往那边走 这个往那边走 反正这三种走法 它都保证 它的置心位置无变 那么所有的震动 都是这三个自由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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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 就是线性组合 对吧 那么 实际上 你要是 用群论的方法的话 它有一套 系统的方法 来给你分解 分解以后呢 就会 比如说 这个群论 这个 这个 水分子 它属于 C2V群 然后你用那个 群论的那套方法 给它分解就行 那么 那么 这个当然我不会讲 那么 一般的来讲 就有一个 就是N个原子的 分子 如果它不是一条线的话 一条线的话 这个转动自由就没有了 那么N个原子 有三N个自由度 其中是什么呢 有三个平动自由度 三个转动自由度 和三N-6个 对吧 对吧 那么三个原子 你把这个N带到 三三得九 九点六 就是三个自由度 这就是三原子 三个自由度 四个原子呢 你把这个变成四 对吧 三四一十二 十二减六 还有六 所以它有六个 这种自由度 六个自由度 也就是说 我对一个四个 四个原子的分子的话 我要有十 我要有多少呢 我要有这个 三四一十二 用十二个变量 才能把它的位置 精确描住